三代同堂出游西边 母亲却落水死亡 遭控弑母炸宝的王仲义 被关了两年又六天 因为台大法医研究所鉴定结果 他被当庭释放 不过才事隔不到一星期 检方马上提出抗告 他怎么可能从后痒 撞击到这个 115公分深的这个水底 没有其他的插座伤 而只有背部的 这个跟颈部的这个对称伤 真的是一点重重 根据台大医学院最新鉴定 认为王母是后痒背部 撞击水面造成 但是水深115公分 王母落水后 如何撞击水面下 115公分的石头 而出现瘀伤 再来就算水面有硬物 王母肩膀的瘀伤 又怎么这么刚好左右对称 而且撞击后 全身都没有擦伤 他的说法说 他要到印尼去考察养殖事业 他的讲法是这样 但当时他在国内的负债 是负债累累的 这种状况 所以我们从种种迹象认为 他在这个本案有涉嫌 更让人不解的是 王中益在发现 自己被怀疑家中被搜索后 赶紧将户头提领一空 还带着护照到机场 说要出国考察 最后是因为太太护照过情作罢 再加上她曾自白 坦诚推母亲落水 接着又翻供 说辞反复 王中益到底有没有狠心 杀害母亲法医前后提出诸多疑点 包括洗衣副手 肩膀瘀伤等等 如今检察官更提出抗告 王中益坚称自己清凡 说要废弃政绩 大家高飞怨见 现在黄建民林梦赵 王志涵南投台中报道